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团转项目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获取微博用户名 及头像 前面我们讲了新浪微博的一个授权登录 SSO授权 还有一个是通过OAuth2.0的一个API接口 用web的授权登录 授权登录之后 我们就获取了一个用户的UserID 还有一个access token 用这两个值 或者用访问token 我们就可以获取微博用户的一个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实现的内容 首先我们实现一个设置页面 然后我们来获取微博用户名 及它的一个头像 看一下 在实现设置页面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图 这就是一个设置页面 就是我的页面 这是我的页面 这里边有我的一个信息 如果用微博授权登录之后 这里就是我的微博的一个头像 然后这有我的名称 所在城市 还有一些 这些设置 好 我们先加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mypage mypage就是我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顶部呢 我们有两种时间方式 第一种我们可以用表格的方式 这里是表头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表头 这里是看了一个分组 分组 这是第二个分组 用表格的形式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它的内容比较固定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界面 用界面来组装 首先我们加一个 看一下 我们加一个微游 这个微游的高度是多少 就是我们这里的表头 大概是200 那就是100 2s加是200 所以在这种1倍的时候 就是一个100的高度 这上面还有一个头像 我们把头像加上image 那它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我们可以量一下 大概是我们就设成80 左右两边是10像素 80乘80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头像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名称 这里是一个姓名 名称名称 然后城市 城市 这里还有一个头像 这个头像呢 大概是一个40乘40 这两个图像 这两个图像 我们把它在没有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图 我已经把这张图导进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然后这是姓名 然后这是一个城市 我们把它的一个字体改大一些 改成20 然后城市呢 我们改成18 然后它的颜色 改下它的一个字体颜色 改成灰色 或者是大个字体颜色 或者是大个字体 这就是城市 然后这边有了之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收藏 把它去掉 这就是我们左右两边是像素 300 然后这是一个单元格的高度 我们大概有50像素 然后这个呢 就是150 然后我们加一个button 在这个wew上加一个button 00 然后300 高度 是一个目视 好 然后改一下它的一个样式 我收藏 上架 自体颜色 改变它一个对齐方式 好 好 这个有了之后 我们再加一个 三个按钮 这按钮的 足标 然后这个就是100 收藏的商家 我收藏的 换购 然后我收藏的优惠券 优惠券 好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里边加一个加一条线 这条线 然后这条线 这个线的一个 你转成50 然后s坐标 这个是300 然后 高度 转成1像素 这里面是一个零 这是一条 我们加一条线 这可以转成100 这条线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我们看有没有这条线的颜色 或者给它加一个颜色值 for background 好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 把这个图片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值 light gray 给它一个light gray的一个颜色 然后把它这个图片可以去掉 好 那我们收藏的一个商家 然后这还有一个设置 那同样改变一下它的一个顺序 300 高度50 这里边呢 有一个设置的一个按钮 我们把它加到这里 把它叫设置 设置 然后改变一下它的一个字体颜色 黑色 它还有一个图标 看我们这里边 它还有一个设置的一个图标 我们还可以加一个imageview 设置大概是 6乘号16 把它过来 然后 hack it 好 它的一个背景色 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这样我们就加完了 可以运行看一下一个效果 编译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圆角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里边设置圆角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它的背景图 然后我们给一个counterradius 就是圆角的一个半径 直径 或者是这个圆角的一个直径 然后再减上mass to bounds 进行一个裁剪 进行一个裁剪 可以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关联关系 收藏的一个backview 其实就我们这里的这个backview 给它设置一个圆角 然后设置呢 设置的背景 看我们这里设置的背景 也有一个圆角 我们再给设置 加一个圆角 进行一个settingback 我们进去 进我的页面 这个页面就出来了 看我们这里面没有圆角 我们刚才加上了这几句话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圆角效果 好编写 这样我们的设置页面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再写一些 看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圆角 圆角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再加一下 设置页面有了之后 我们需要设置用户的一个头像 所以我们这里面建立一个关联关系 medview so you the log you the name 好 我们把这个加上 加上之后 建立首先关联一个关系 用的log 应称 用的name 好的 加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用户登录之后 我们加了一个userinfo的一个信息 就是userinfo判断用户是不是一个登录状态 看一下我们的userinfo userinfo里边我们有用户的一个ID 还有一个access token 这个就是访问我们微博的时候的一个ID跟token 所以我们这里做一下更改 就是授权登录之后 在我们这里 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掉了 看这里边 如果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global userinfo就等于userinfo infofromdict 这里边是一个字典 所以我们这里边 明明一下userid 然后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值了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accesssss token 就是我们这里的 然后我们为了看着美观呢 我们可以这么定义一下 我们可以这么定义一下 token assesss token 把它去掉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写一个这个 用的ID这里面就是用的ID 我可以写一个 这里边 就是我们的一个 sss token 我们看的比较 好 这样我们就写完了 就把它存储到我们的UseInfo里面 然后我们在全局里面就可以访问了 这里面就是ID 这里面我们可以直接不这么写了 直接用UseID access token 好 这样我们就存储了 存储起来了 然后我们在登录页面里面 我们因为有几种搜紧方式 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去掉了 同样把它保存在我们的一个 把这里边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全局的一个用户信息里面 方便我们到时候用 方便我们用用使用的时候 直接来访问 这里边就是一个 Stream 这样我们就存储用户授权登录之后 我们把UseID和Iss token 放到我们的一个全局的一个UseInfo这个实体里面 我们这样呢 在我们的一个 这里边 用户这里边 我们在看一下 我们如果获取用户的一个头像的时候 我们发起一个网络操作 如果是SSO的 我们可以发起一个SSO的一个获取用户的一个信息 微博用户的一个信息 这里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UseInfo得到 然后把UseID跟Iss token看一下我们 这个接口就是获取用户的一个 一个用户信息的一个方法 然后它的一个回调 这里边如果获得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设置微博的用户的一个信息 这第二种方法我们就是用Use web 授权方式 调用用户的 获取用户的一个API 这里边有它的一个API 看一下 这是获取用户的信息的一个API 其实就是这个接口 用SSO方式 它其实是把这个接口调用给你封装了 你不用管它调用的哪个接口 实际上是在这个方法里已经实现了 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们把自己写这个接口 需要传的一个参数 看它这里面有哪些参数 有SAUSE SAUSE Iss token 和UseID 我们把这几个参数传上 这个UIL 其实就是这里边的 这个UIL 就是这个接口 就是这个接口 把它写上之后 我们就发起一个操作 获取微博用户的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操作 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其实这里边有返回的一个 这是返回的一个结果 它的参数的一个说明 这里边有ID 这个City 用户所在的城市 我们也可以得到 然后呢 还有它的一个头像 用户头像 这里边都有 这里边就是 返回用户的一个信息了 看我们这里边 这是微博user 微博user 这个尸体呢 是在它这个SDK里提供的 它所有的这些参数 实际上就是这里边的 对接口返回的一些 一些参数 好 我们看一下设置微博的一个用户 信息 这样 我们不管用哪种方式 SSO 还是Web 收件方式 最终得到的是一个 微博user 的一个实体 在这里 我们来设置一下 可以 - 用log的image 等于 UI image image with data 这里边我直接在主线程里 来获得用户的一个头像 大家在实际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子线程中 跟我们获取图标的列表的一个操作 是一样的 防止引起主线程的一个卡 Ul 看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头像 到底是用哪种 这里边有一个 用户头像的一个地址 50乘50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profil image Ul profil 就这样 就这个 好 这样我们就设置了头像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 它的一个名称 user.name 好 它有这个内容 然后还可以设置它的一个city city 这个city呢 可以是微博的一个 一个城市的一个名称 还可以是当前定位的一个城市名称 我这里就用微博的这个城市名称了 好 我们再建立一个城市的一个关系 我们运行一下接口 我们这里可以做一其实可以做一个判断 这里边 如果 sfsglobal 然后 表游泽info等于空 说明用户还没有登录 未登录 未登录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图标都用默认的一个图标 默认的一个显示 这里如果不等于空 已登录 我们就发起一个 我们先写sso sso的方式 获得用户的一个信息 这里就去掉 看这里边进来 当时我没有登录的时候 这里边全是默认的一个信息 然后我登录一下 用微博 用新浪 新浪微博首先登录一下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sso的一个方式 这里边写是我的一个账号 好 登录登录成功了 进来之后我点它 这里边就是我的一个mat学院 看一下我微博信息 这里边城市 它可能写的是一个 我们一会再看一下 然后 这里边的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就换成我的一个图标了 cd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city cd 用户所在城市的一个id 用这个id 可以还可以调取真正的用户的一个 用户所在地 用这个location 可以 那其实我们授权完之后呢 我们其实这里可以把它再存起来 必然我们每次都授权 好 零吧 密码 这里边做了一个账号 这里边就有一个就是我微博里边注册的一个地址 这里边开发者信息 它这里边有一个城市写城市的地方 所以它这里边有一个地址 这样就是微博的信息就获得了 我们这里边还可以用web授权的一个调用接口授权 来获取用户信息的一个方法 我们换成了这个 ohouse201个api的一个调用 838508 838508 好授权了 这样 同样我们用这种方式获得的呢 还是 还是我们刚才的这个信息 这样就我们就完成了 把这个设置页面 要用微博接口获取用户的这个信息 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 大家知道有没有注意 我们每次授权的时候呢 他都需要重新授权 我们用微博或登录 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授权成功之后 把这个useif保存到本地 如果有这个信息 读出来本地有这个信息 我们就不谈新浪微博的授权页面了 就直接来登录 登录到我们这页面里面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实验 我们一直可以用这个token 来调用微博的一个接口 直到这个token失效了 我们再重新授权 好的 今天讲的一个过去微博用户的一个 用户铭记头像的这个方法 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